第九百七十六章 大开杀戒 看着恶太子被直接劈飞出去 差点被斩成两半 顿时所有人都震住了 或者说是吓住了 这场面变化的也太快了一点 原本众人以为出了领域之中 会战进上风的恶太子 居然就是在片刻之间 就被扭转了局势 原本以为既出了领域之后 就能够完败叶西文的恶太子 别说完败叶西文了 反倒是差点就被叶西文给劈死 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大 这叶西文的速度 真是快如闪电 年轻一辈之中 就没有比他更快的了 他这是什么身法 如此了得 恐怕地阶身法之中 也没有能够达到这么恐怖的威力的吧 有人不敢置信的说道 一切很快 不过是片刻之间 就已经发生了 恶太子当场被批飞出去 而那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这个时候纷纷醒悟了过来 连忙大喊着说道 太子 主上 声音若撕心裂肺一般 恶太子乃是他们绝影独恶族下一代的希望 先后有恶英恶红等人死在叶西文的手上 就年轻一辈来说 绝影独恶族已经是损失惨重了 但是损失再惨重也没有损失恶太子要惨重 如果连恶太子都损失了 那他们才是真正大伤元气了 只要恶太子还在 其他的天才 就算多死一些也没什么 这个时候 他们也就顾忌不上叶西文的威势了 纷纷朝着场中猛扑了过来 一个个壮弱风魔一般 面对这些猛扑过来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叶西文只是冷笑一声 直接身后的风雷之意猛然煽动了起来 席卷起了无数的风雷之力 将周围化身成了一片风雷之力的海洋 那其中蕴含的魔气也没有被排斥 相反的 却在恶魔之意的调动之下 在叶西文的手上挥入壁时 根本一点嫌隙都没有 就好像叶西文就是一尊盖带魔头一般 这些魔气都心甘情愿的被他所指挥 比起之前那一时指挥起来 还要的流畅 要知道 恶魔之意本身就是魔族神通 要调动魔气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根本就都不算什么 那些席卷着风雷之力 我携着魔气的力量 开始扭曲 旋转了起来 在半空中形成了一柄柄长枪 瞬间刺穿长空 刺向了这些扑杀过来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这些都是恶太子的手下 都是绝影独恶族之中的精英和顶梁柱 叶西文也不介意将他们全部屠入一空 虽然他并非是什么试杀之人 对于杀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是在面对自己的敌人的时候 却也知道 不能够心慈手软 咻 咻 咻 这些风雷之力 裹挟着魔气 凝聚成了一柄柄长枪 在叶西文元神的控制之下 瞬间朝着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铺天盖地的射了过去 如果仅仅只是一柄 也就算了 他们或许还能够抵挡的下来 但是当这么多丙长枪如同疾风咒语一般砸落下去 当场那些刚刚晋升成为超脱镜七重天的绝影 独恶族的高手就挡不住 当场就被钉死在了地上 一杆杆长枪直接带着尸体钉到了地上 恐怖的风雷之力在他的身体上肆虐 带走了他们最后一点生机 然后又化成风雷之力 融入到了附近的风雷之力的海洋之中 叶西文冷笑一声 就如同恶太子一般 他和这些人的差距 已经到了不是这些数量所能够弥补的程度了 哪怕这些人的境界都比他还要高 其中更有为数不少的超脱镜八重天 但是要说真正的战斗力却和他是相去甚远 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当才要对付恶太子 这才没有办法腾出手来对付他们 这下他们根本一个都别想逃掉 全力出手的叶西文 绝对是他们所难以想象的恐怖强敌 那些超脱镜七重天的舞者 几乎是在一个照面就被叶西文图露殆尽 而另外那些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虽然没有在一个照面就被叶西文图露干净 但是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也是异常狼狈的在抵挡着叶西文 那犹如疾风咒语一般的风雷长枪的攻击 远处的各族舞者看到这一幕 顿时都是不由地吞了一口口水 只觉得背后冷汗淋漓 面对眼前恐怖的一幕 他们都有种要当场转身走人的冲动 到了某一种层次 那就不是用数量堆能够堆得死的了 就比如说恶太子的重力领域 就算是在多人 到了他的重力领域之中 也要降低速度 降低了速度之后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会被完全的屠戮了 而这叶西文的风雷之力的海洋 更加的恐怖 那些超脱镜七重天的绝影 独恶族的高手 任何一个都比他们要强的多了 甚至可以说都能完爆他们 但是现在却被一个照面 毫无还手之力的就给生生定死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叶西文却是在思考着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将这风雷之力的海洋 直接转化成他所需要的领域 因为有风雷之力的存在 所以叶西文对于风雷之力的领悟 绝对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如果没有对风雷之力的绝对领悟 他的风雷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大成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或许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和领悟 才能达到的事情 不过对于拥有神秘空间的叶西文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就算是神节的武学 都能够完全推演出来 何况是风雷之力 这根本不算什么 而无论是风之力 还是雷之力 都是天地间有数的强大的法则和力量 如果他将风雷之力 练化成为自己的领域的话 那无疑是一个强大无比的领域 至少比起恶太子的领域要强横的多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算是选择重力领域 这种比较常见的领域 也不会选择风雷之力 这样的法则组成领域 因为要将这种法则领悟到透彻 可能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凝聚出属于自己的领域 所谓利弊参半就是如此 不过对于叶希文来说 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根本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迟早要领悟属于自己的领域 如果以风雷之力作为根基领悟出来风雷领域 威力自然不会小 叶希文问道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 叶末点点头说道 对于很多人来说 领域的方向 一旦选定了 就很难修改了 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修炼的时间有限 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 就不能多做修改 不然的话 反而会贪多嚼不烂 那样反而得不偿失 不过对于你来说 却又不能以这个来计算了 你有那个神秘空间相助 就算是再难的法则和领悟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都能够领悟出来 你以后有什么新的领悟 也只需要将它不断加入进去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叶希文点点头 这也是他最大的优势 所以他不用和其他人那样 在选定领域的范围的时候 再惆怅 不知道选哪一个好 当然 如果被人知道 叶希文还仅仅只是在超脱镜 居然就想着要凝聚为领域 抗衡法向镜的高手 肯定会引来一片的狂妄的骂声 法向镜绝对不像是超脱镜这般 许多法向镜的高手都是在闭关之中 以求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能够突破到全新的层次 在大线来临之前 达到传说中永生不死的境界 而且法向镜的可怕 绝对不仅仅是领域而已 一个超脱镜的武者 居然想要对抗拥有领域的法向镜 那不是狂妄是什么 但是对于叶希文来说 这却是很正常的命题 正是因为他在荒谷大陆上 可以说是无根无稽 任何人都不能依靠 能靠的唯有他自己 完全可以想想 等到这阵摩塔之中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绝影独恶族的人 会是如何的暴怒 说不定连法向镜的老祖宗 都会被惊动 如果不仅快想办法 到时候叶希文 除了提前狼狈逃窜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过虽然叶希文脑海之中 思绪万千 但是他手上的动作 却是不慢 他的大手朝着四周一抓 顿时周围无尽的风雷之力 凝聚到了他的手上 形成了一杆长枪 他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长枪猛然间被他甩了出去 顿时这一杆长枪在半空中席卷出了恐怖的风龙 撕裂长空 瞬间轰杀到了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的面前 原本就已经在苦苦抵挡那些风雷之力的这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这个时候 如何能够挡得住叶希文的一枪 轰 长枪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带着迅雷之威 直接带着他的身体轰进了大地之上 这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 就被当场定在了地上 风雷之力在他的身体之中肆虐 夺走他最后一点生机 最后终于死去 而这个时候 叶希文手上的风雷长枪又再度凝聚而成 叶希文手上的风雷之力